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熊兄弟 我们今天来测试创为F227G50Q Pro 这个型号有点长 它是我们见过的第一款C2Nalo IPS的原装模组的成品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表现 我们先从包装开始来看起 创为G50Q-Pro采用了褐色的环保纸皮 左下角印有机器的型号 右侧则是机器的外观图 我们来打开它的包装 配件包含了一个支架 一个底座 一个电源适配器 一条DP线 一份说明书 接着我们来把它安装起来 底座领上免工具安装的螺丝 支架在卡紧面板本体 就说安装成功了 整体的安装还是比较便利的 接着我们来看外观 正面採用了三边微边框的设计 底边中央位置是创为的logo 底座采用了三角支撑的全金属脚夹 稳定性不错 我们再来看机身背面 支架连接处采用了能型的设计 并且设有几条树状的装饰条 左下角和右上角做了凯夫拉纹理的设计 在左下角还设有一个快捷键 一个五项摇杆按键以及开关键 支架功能性方面 它支持升降抚养45度的水平旋转 以及左右各90度的垂直旋转 支架的功能性属于是优秀的水平 接口方面 它配备了一个电源接口 一个DP接口 一个Type-C接口 两个HDMI接口和一个音频接口 接着我们来把它点亮 一起来看一下它的显示效果 开机 屏幕中央会出现创为的logo 然后就进入了显示的画面 开机之后的低转感受 整体的色彩观感通透 颜色艳丽 但不会过饱和 通过一期的测试 sRGB达到了132.92% PPI为109 实际的字体显示和图标清晰度表现不错 像素点方面 通过显微镜的放大 它是RGB垂直条状排列 使像素形态是长方形 并不是我们之前测试的前几代 Nano IPS的鱼鳞状 而时菜单方面 它的界面采用了蓝灰的配色 操作的方式是背面的五项摇杆按键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功能设置 首先是色温 默认出产为7074K 菜单中的色温选项 还提供了5500K 6500K 色温选项 色温空间方面 出厂默认为P3的色温 菜单中还提供了sRGB P3 Adobe RGB IAC709 BT2020的切换 丰富程度 堪比一些专业显示器 但它有Buck 我们先来讲没有Buck的部分 通过一切测试 sRGB模式下 色域覆盖率为97.6% 平均色差值1.67% 最大色值2.42% 表现不错 Adobe RGB模式下 色域覆盖率为87.1% 平均色差值2.25% 最大色值4.77% 表现相对一般 IAC709模式下 色域覆盖率为97.7% 平均色差值3.23% 最大色值6.18% 表现较差 我们来说下有Buck的部分 P3和BT2020模式 当你在菜单中选中这两个模式 色域实际上会错误映射到sRGB空间 此时测量的色域覆盖率和色准 均为sRGB的结果 但在这两个模式下 当你选中饱和度选项 机器会切换到P3或2020对应的空间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测量结果 P3模式下 色域覆盖率为96.4% 平均色差值2.14% 最大色值3.87% BT2020模式下 色域覆盖率为70.5% 平均色差值4.3% 最大色差值9.43% 表现着高 亮度对比的方面 出厂默认的亮度实测为219L 手动调节到最大 亮度为414L 静态对比的为938比1 由于机身右下角内置的光线传感器 在菜单中你可以选择 智能亮度和色温的调节 在开启这项功能后 屏幕的亮度和色温 会跟随环境光亮度变化 亮度的调节速度比较灵敏 摄温则相对迟缓 另外开启环境光温表 屏幕的右上角会出现一个小窗口 实时显示环境照度和环境摄温信息 这点值得好评 亮度和色度均匀度方面 使用成像仪分析 在纯白的画面下生成3D ISO图像 中间紫色部分在400L左右 前纸部分在300-350L之间 边缘蓝色部分在250L-300L之间 以国标25宫格生成差的均匀度数据 最大差值为13.99% 切换到全屏黑场 亮度在0.25L-0.65L之间 左下角有一处漏光峰值 最高在0.65L 切换到色温模式 全屏色温在6952K-8163K之间波动 右上角蓝色区域在7300K左右 四周区域在7570K-8163K之间 整体的色温均匀度表现一般 可视角度方面 通过视角成像仪生成雷达图 它的视角对比度呈现 IPS典型的十字型分布 红色区域属于是它的最佳视角 对比度在900比1左右 最佳的水平视角接近30度 但最佳垂直视角只有15度左右 整体来看 它的水平视角不错 但垂直视角相对一般 平闪测试方面 我们测试它各亮度下的波形 无论是SDR还是SDR 它都是DC的调光 白点光谱方面 通过一切测试 它的红光波段有两个凸起的波峰 属于是KSF背光的特性 蓝光波峰在449纳米 高能短部蓝光占比17% 不属于硬件低蓝光的水平 我们再来看各接口的带宽 射身和兼容性的表现 它的DP和Type-C都是1.2的规格 连接PC最高可以达到 2K 165Hz 8bit的全范围输入 相关到10bit 需要将刷新率降低到120Hz HTMA接口是2.0的规格 不支持FRL协议 也就是18G的带宽 连接PC可以达到 2K 14Hz 8bit的全范围输入 连接Xbox Series X之后 它可以支持到1080p 120Hz的游戏内容 不支持24Hz 50Hz的影片内容以及HDR 连接PS5 它可以支持到1080p 60Hz的全范围输入 开启高震率模式之后 最高可以支持到2K 120Hz 不支持VR 使用Microbook Pro 16连接 在Type-C的直连下 可以支持到2K 165Hz 支持SDR但不支持High DPI和VR Type-R接口实测 还可以支持反向供电 最高可以支持5V 3A 也就是15W的供电 输入延迟方面 在1080p 120Hz的信号下 输入延迟为4毫秒 4K 60Hz的信号下 输入延迟为6毫秒 SDR性能方面 尽管它的性能达到了Display SDR400 但创围并没有做相关的认证 SDR亮度方面实测 它的峰值亮度为417L EOTF曲线方面 它只有一个SDR自动模式 通过仪器的测试 由于黑场无法降低到0 因此会对暗部细节进行压缩处理 由原本的0L起步调整到0.5L 采用滚降的方式 逐步贴合标准的PQ 另外50%到100%的灰阶 开始偏离PQ 对画面的亮部信息进行压缩处理 这样的好处是 画面基本不会过曝 但缺点是 会造成画面实景亮度偏低 SDR观影方面的体验 我们使用松下的UB9000加完美星球蓝光盘进行测试 在显示有太阳的实景下 它的太阳轮廓非常清晰 通过成像色度计生成尾色图 太阳核心亮度最高为341L 在岩浆等流动的画面中 它的岩浆部分色彩还原不错 但岩石部分的暗部细节在表现相对一般 在天空等渐变场景下 没有出现明显的色阶断层现象 但在显示一些白色或者是纯色场景下 色彩在白平衡表现一般 会出现一定的偏绿现象 游戏竞技体验方面 G50Q Pro原生支持165Hz的刷新率 在实际的测试中 165Hz的状态下 没有出现跳针的现象 灰阶响应方面 它有三档速度可调 分别为正常、快速、急速 实际用仪器测试 正常为5.62毫秒 没有任何的过冲现象 快速为4.81毫秒 平均过冲2.89% 最大过冲为17.13% 肉眼看不到明显的鬼影现象 急速模式为3.73毫秒 平均过冲20.42% 最大过冲为89.28% 肉眼可以看到明显的鬼影现象 最终我们以4.81毫秒的成绩 作为它的最快响应时间 这个表现在2K高刷中 属于是中等偏上的水平 运动响应时间的测试 在它的最快OD档位下 BET为5.82毫秒 排名运动轻易度天地榜第18名 实际在UF运动轻易度的测量中 飞碟本体轻易度表现不错 并且后方的拖位现象 也属于是比较优秀的水平 游戏功能性方面 它内置了6种准新样式 有红绿两种颜色可调 但准新的样式偏小 暗部调节方面 它有上下各50G的调节 但会伴随着轻微的发挥现象 刷新率显示方面 它支持48-165Hz的可变刷新率显示 显示的样式是灰底白质 但字体偏小相对不明显 接着我们来拆机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它的内部做工用料仪插的数据天地榜的表现 拆开机器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内部结构 中央有一块金属屏蔽罩 对驱动版进行保护 拆开金属屏蔽罩 我们可以看到里面的驱动版 驱动版来自松冠 前往回SG95MW 它自带15W的Type-C接口 但DP带宽只有1.2 以除掉主控上的金属散热齐片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IC型号 RTD2795UT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面板部分 贴纸上印刷着面板型号 LM270WQA-SSC2 这是我们看到的首款C2 NANO IPS原装模组 27寸2K 原生4毫秒的响应 165Hz刷新率8折死的死身 相比传统快速液晶5毫秒的原生响应时间 提升了20% 接着我们来看它实测数据方面的表现 我们先从色域开始来看起 通过精准的三色坐标计算 它达到了132.92%的SGP容积 色域天地棒排名第63名 SDR亮度方面实测为414尼特 亮度天地棒排名第52名 静态对比度方面实测为938比1 对比度天地棒排名第117名 可视角度方面通过视角移的测量 它的可视角度在IPS中随时中等的水平 亮度均匀度方面 在15公格的白点测下 它的最大差值为10% 均匀度天地棒排名第43名 表现不错 SDR性能方面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峰值亮度 最大为417尼特 SDR峰值亮度天地棒排名第85名 SDR静态对比度方面实测为893比1 SDR静态对比度天地棒排名第81名 相比SDR状态 SDR静态对比度出现的负优化 分区背光方面 通过扫描线和拆机的环节 我们可以确认它没有任何的分区控制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核心重点 响应时间方面的测量 在实际的测试中 最快可用灰阶为4.81毫秒 灰阶响应速度天地棒的第44名 运动响应时间方面 BT为5.82毫秒 排名第18名 好了 按照惯例 最后我们来对它进行一个优缺点的总结 我们先从优点开始来讲起 1.采用了最新的C12 Nano IPS原装模组 165Hz刷新率4毫秒的响应 运动轻易度表现不错 2.外观模具在同价位表现出色 支架功能性和调节阻力都很优秀 3.配备的Type-C接口 可以支持视频输入和15W的反向供电 对于笔记本外接用户友好 内置光线传感器 实施显示照度 色温信息 对屏幕的亮度可以进行自动的调节 接着我们来讲缺点 1.DP接口只有1.2的规格 2.涉于缩线存在bug 需要后期进行优化 3.SDR调校一般 SDR静态对不对出现的负优化 好了各位 以上就是我们关于创为F227G50Q Pro的 全部的测试报告 如果大家觉得我们视频做的还可以 希望你能帮我们点赞 转发声订阅我们的频道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